今天我们 无罪不归 来 干杯 厉总就是厉总 随随便便一开就能有房间 你晚上就吃了零食 那是怎么帮我布置的任务吗 你要不要帮我啊 可是我又不懂零食 来 你也吃点 横夜酒会的邀请函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啊 苏小姐 你去得过多久了 很久就去了 跟我慢慢一起去 不过 后来是我一个人从那边毕业的 我得想个办法把她邀请函拿过来 好了 别吃这些了 虽然说是工作 但像你这样吃 对身体不好的 这家伙每次假欣欣关心我的时候 都没按什么好心 小羊 一会儿灌倒你再来个顺手牵羊 厉总 你如果真的体恤员工的话 不如就陪员工一起放松放松 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最近是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 行吗 行 李总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来 干杯 李总 我酒量小 再说女儿子一个人在外面喝多了 也是很危险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喝多 也不会让你陷入危险 宿舍姐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或者说你 你有没有什么愿望 你可以告诉我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实现 不会吧 真醉了 我有邀请函 你能给我吗 你想要这个 你想要我可以给你啊 我不要 我要这个干什么 这又不能当饭吃 也对 那你想好了告诉我 对不起啊 我还有约 先走了 李总 李总慢走 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她越温柔 我反而越害怕呢 我计划 说你不敢动 你不敢动